歡迎搭乘新宇航空這邊請 全臺第一架A330NEO 廣體客機起航 最新增加飛往新加坡班次 新宇航空迎接疫後復蘇 不只衝刺客運航班 現在也確定要IPO 力拚九月登陸新櫃 新粉們渴望從旅客變股東 新宇出估八月下旬 辦理現金增資二點七五億股 以每股十二元發行 目前資本額一百五十三億元來看 預計債務得三十多億 將成為股本最大的新櫃公司 大家可能會誤會就是說 他他之所以要爭取這個掛牌新櫃 是因為要這個彌補這個燒錢的這個洞 其實不是這麼講 那因為航空業 他本來就是一個資本密集的一個產業 他必須他單憑一家公司 他自己本身的力量 是沒有辦法這個有足夠的充分的資金 去支撐他的業務 新宇航空他的這個動作 其實相當的正常 畢竟新宇航空二零一八年成立 沒多久就碰上疫情攪局 截至今年第一季累計 虧損高達八十一億 不過大多用在投資基礎建設 一邊練兵一邊爭取時間拓展航點 如今跨足資本市場 兌現粉絲經濟的本事 也很快將要見正章 三零星宇航林孟山台北報導